这是一艘专门用来寻找钻石的轮船 这种轮船就像海底的钻石一样稀有 并且可以直接将海底的砂石历史变成钻石 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钻石加工厂 这就是非洲和平号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勘探船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将这些海底原材料进行分离筛选 除去大大小小无法处理的砂粒 剩下的部分被碾碎从而释放里面的钻石 接下来的过程是将钻石从这些碎石中分离出来 最后钻石被分类并固定 每天需要10万美元才能维持这艘轮船的运转 它现在正位于南非西海岸外30公里处开采钻石 数百万年来 小溪和河流侵蚀着南非著名的钻石矿区 将镶嵌着钻石的石头和礼石冲刷到南大西洋 非洲和平号可以将120米以下的海底矿石采集上来 巴雷特既是船长也是矿场的负责人 早在2007年 他们花费14亿美元将非洲和平号 从一艘货船改造成一艘海上勘探者 为了在计划期内收回成本 他必须每年勘探出价值3000万美元的钻石 市场价值达到1亿美元以上 船上一共有40名矿工和23名船员 他们每12小时进行轮班工作以满足配额 在陆地上 一个钻石矿可以覆盖10平方公里的范围 但是非洲和平号只有176米长 它所有的设备设施都安装在这艘船上 这就是它的逆逆武器 代号爬行者号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遥控深海采泥器 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海怪兽 它的喷嘴每天可以吸走成千上万吨的砂石泥土 柯林是一位地质学家 他的工作是分析从海底捞出的样本 然后通过分析指出哪里的含钻量更丰富 安东尼是一名采矿工程师 他则在控制室里远程控制操纵爬行者号 由于无法用摄像头直观地看到又黑又泥泞的海底 所以他使用数百个传感器生成的实施图像进行导航 这台爬行者号每24小时吸上来的砂石足以填满15000辆自卸卡车 从成敦的历史中提炼出一小把钻石 这就像是大海捞针 所以这艘轮船每天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每到月底的时候 海洋总部会派遣一名工作人员上船检查生产 比斯利是一名从岩石中提取珍贵矿物的专家 也是确保矿井满负荷运转的监工 每个人上船前在码头上都必须接受360度无死角的搜身检查 甚至背后还有专人盯着摄像头观察 防止携带危险品和违禁品上船 在钻石行业里这种检查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接着它会乘坐直升机降落在船尾的停机坪上 上船后还有一项面对面的告知事项 如果因拖到钻石将有可能被处以25万美元和10年监禁的处罚 全船共有200多个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监控 爬行者号每周需要进行检查 如果这台机器出现故障 整个采矿作业都将停止 要想把它从深海吊上来 用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脚盘和最坚固的钢篮 这条钢篮有电线杆那么粗 它可以吊起1900吨的重物 连接在爬行者号上面的这根通道管子长达140米 重量超过60吨 爬行者号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下遥控机器人 重达250吨 看上去有一栋楼那么高 它的喷嘴看起来像恐龙的头 光喷嘴就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 工作人员有12个小时的时间对其检修维护 他们清洁被泥浆堵塞的过滤器 补充液压油 修复损坏和更换磨损的零部件 并且爬到140米长的管子里 寻找裂缝或接缝不牢固的地方 当这艘世界最大的海底钻石开采轮船进行作业时 不用引擎来操纵 它使用独特的四点毛系统 缆绳从船的四个角延伸到15吨重的毛上 底下的爬行者号会通过脚盘毛锁拖动船只移动 海底的沙石被传送上船后 从船头到船尾 整艘船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过滤系统将钻石提取出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它又是如何将海底的沙石变成珍贵的钻石 当爬行者号例行修复完成后 就开始下沉海底的时刻了 首先需要进行一次液压测试 爬行者号的吊杆比旗杆还要长 末端的截面喷嘴的重量相当于一头大象 终于这台海底采泥器缓慢地沉入海底 当它到达底部时 巨大的截面管道被重新连接 监控室里可以监视着生产的每一步 从船尾开始 爬行者号采泥器将海底吸上来的所有东西通过巨大的筛管供入 接着通过震荡的传输带将小于1.9毫米的历史挑选出来 此时筛网捕获的碎石还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含有钻石 接下来就是通过球魔机的环节 这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粉碎机 这些巨大的旋转滚筒 每个都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 里面装着碾碎岩石的钢珠 但它却无法粉碎世界上最坚硬的天然物质钻石 当它被分解成卵石大小后 布满钻石的栗石进入巨大的收集箱 准备被迸送到上层甲板进行第三阶段的工作 在这一阶段 钻石和栗石最终分离 为此他们使用了被称为起泡介质的铁粉颗粒 这种颗粒又脏还有毒 铁粉被原始钻石的天然磁性所吸引 当它们混合在水中时 气泡介质就会粘在钻石上 使它们比粒石的重量更重 混合物被蹦入一个叫做旋风分离器的巨型离心机 由于钻石比粒石重 旋转的动作将较重的钻石送到底部 而较轻且不值钱的粒石被吹到顶部 由大型磁滚回收 到目前为止 从海底抽上来的数千吨的泥土和粒石 已经减少到只有几千公斤 如果剩下的东西里有钻石 它们会在最后的加工阶段呈现出来 接下来进入最后的处理阶段 这一阶段是安保措施最严格的区域 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的紧盯着 并且通过三道防盗门才能进入生产核心区域 任何进入这里的人数都不能同时超过三人 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穿没有口袋的特制工装裤 这里放置了一排X光机 再小的钻石都逃不出它的双眼 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并密封在玻璃后面 工人是完全接触不到钻石 钻石被提取出来后就直接密封到罐子里面 每一罐钻石都代表从海底捞出的两万吨碎石提取而成的 一周的时间它们就能提取装满九个罐子 此时补给船抵达 所有的物资都是通过轮船上这个巨大的起重机进行调运 由于波浪起伏不定 两艘船也没有稳定在一起 所以钓运重物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 需要操作人员不断地调整力道与方向才能维持稳定 海上作业最大的危险与挑战就是强风暴雨的袭击 非洲和平号必须要坚落磐石才能确保采矿工作顺利进行 如果被海浪冲击造成轮船偏移 爬行者号的软管就会失去控制 此时就必须利用脚车将四点毛系统的缆绳拉紧 但是毛定系统只是它的第一道防线 船长还可以利用推进器来稳定船身 这种推进器可以在任何时间转向任何方向 让这艘轮船可以在风速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 仍然稳弱磐石 船上的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也是多姿多彩的 这里通常还会举行自助烧烤节 大家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制作 除了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以外 还有多米诺骨牌游戏和一些南非足球和乒乓球等运动项目 供大家放松 但是当大家都在尽情地享受放松的时刻 轮船的液压系统却出现了故障 如果不及时修复 整个采矿作业将戛然而止 爬行者号被再次掉出水面 他们需要进行快速的检修才行 经过初步判断可能是防止液压管道连接泄漏的橡胶密封圈损坏 但是这台机器上一共有300多个密封圈 想要找出损坏的那个并不容易 于是他们决定重新给履带液压系统加压 就这样顺利找出了问题所在 直到午夜时分才终于修理完成 巨大的爬行者号再次回到深海作业 船上的员工每隔三个月就会休假一次 他们会直接乘坐直升机离开这里 好了这就是非洲和平号深海钻石开采的全部过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类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